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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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知道他是唯一的神 是全地的主 他分别属他的百姓 他保全他百姓的产业 他掌管生命气息 显出他的大能 使他的名传遍天下 来到第十章的一到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那是认识的使命 不要因为失去了传承 而在嘴上说尊重孩子的信仰选择 那是任凭孩子们在生命道路的失落 神要我们将他大能的作为传于儿子和孙子的中 好叫全家都知道 他是耶和华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出埃及了吗 还记得那富足的少年官吗 财富可能是你的埃及 还记得听到妇女歌唱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的扫罗王吗 民生可能是你的埃及 还记得耶稣的门徒争论谁为大马 第一位可能是你的埃及 还有你不愿意饶恕的人吗 那也会是你的埃及 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出埃及 经历神大能的作为 如何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传于后代呢 我们必须先经历生命中的出埃及 并将神的奇妙作为传于后代 将来我们的后代才能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出埃及 这是代代相传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照明我生命中的景况 检查我的心思 让我明白什么是我生命中的埃及 求你以大能的手带领我走出生命中的埃及 进入丰盛之地 并使我有智慧传于我的后代 与属灵的后代 使我们都知道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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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ヤ